我是客家人 但是我是Hokken的媳妇 不见话可能讲得比客家话还好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 过去一个礼拜 我在这边马不停蹄的竞选 去见了很多各地的这个选民 大家都告诉我 大家都在问我 为什么你年纪轻轻 你敢出来竞选 为什么国盟一直对你发动这个人生攻击 还有一直污蔑你 你会不会害怕 你的信心来自哪里 那么我想说 我的信心来自一个团队的精神 在过去一个礼拜 很多选民见面都告诉我说 已故即将同志 过去在这里的表现 大家都是对他赞赏有加 大家都记得他对新骨毛留下了不朽的贡献 那么我想这除了是即将同志过去为国为民 拼搬拼搏服务精神之外 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包括是这里的村长 市议员还有马来干部的村长 印度 community的领袖 还有妇女的领袖 我们的团队 总共有22个人 在这里我想请在座各位 给给新骨毛中议员办公室的所有团队成员一个掌声 因为他们的这个服务 因为他们过去在这里的贡献 所以大家才记得 李季香同志 那么我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 要是5月11号可以获得人民的委托 获得大家的支持 我将会延续 季香同志的拼搏精神 为新骨毛 所有人 拼一次 大家可不可以支持我 很多人 都问我 为什么 毕业工程系engineer 为什么要重振 那么我的故事 也很简单 在我2017年大学毕业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 是当过老师 当了老师之后 我就在想 我要真正经经 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 不要浪费自己读的东西 当时候我就在找工作 然后呢 那是2017年的年尾 当时 张念群同志 就告诉我说 他是我辩论的一个学姐 他就说 小涛 大选差不多要到了 我们火箭总部也需要一个人 去做主播 来做各种各样的制作 你可不可以来 火箭的总部帮忙 那时我就在想 没关系啦 年轻吗 花人生的六个月 帮火箭去助选 去做工 没有什么大问题 结果我就一冲 就冲进去火箭总部 做了主播 也做助理制作 那么 也 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各位兄弟姐妹 这么多年来 对火箭 的鼎力支持 所以我们在2018年 终于实现了60年以来 马来西亚 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火箭终于升空 当上了中央政府 在此 给自己一个掌声 因为在座各位的鼎力支持 所以我们的领袖 才有机会 当上财政部长 交通部长 环境部长 才可以真正 在国家的行政体制上面 继续的为国贡献 那么 从反对党的社会运动 走到今天 OK 从反对党的社会运动 走到了体制里面 参与改革 让我深深的体会到 通过行政权力 通过政治 我们可以改善 人们的生活 于是 我就义无反顾的 继续做下去 因此 这一次 能够 获得 党的信任 上阵新股毛区的补选 我将会 延续 即将同志的 拼搏精神 义无反顾的 为大家 拼一次 5月11号 我们一定要确保 火箭 希望联盟 团结政府 继续 掌握 新股毛的周一席 可不可以 那么 各位 在这边 过去 我已经推荐了我的竞选宣言 谈个五个方面 经济 我们要发展经济 我们要提升这里的基础设施 我们要确保环境 跟 发展能够平衡 我们要 我们要维护这边的人文历史 同时 我们要保障 人民的权益 那么这边 我就不多做赘 但是 有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有机会 可以获得人民的委托 我将会 竭尽所能 代表新股毛的所有人 包括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我会竭尽所能 为大家服务 做到最好 所以 记得 5月11号 一定要叫 大家你的清分 气友你的孩子们 全部 回来投票 新股毛 投 小头 新股毛 投 小头 新股毛 投 小头 会记 国家少一号 对来老鼠 投票 好啊 小头 谢谢